鹿港老街文化祭10月10日 說要邀請鄉親伊古宗的大阪來到老街 進行一段廢屋時更入行 希望這種的活動 可以跟在地文化館說到社長做最好的結合 鹿港老街文化祭活動特別豐富 有社區各部演出還有cosplay 讓民眾可以感受到老街文化 我們鹿港老街出聚會 特別在我們東有季這個旗艦內 辦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很代表鹿港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鹿港老街文化祭 那文化祭我們的市理市長 我們的趙林兄跟我們的總幹事 所有理幹事非常的配合 結合所有的店家來辦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這個活動最主要是要復古 然後全部的幹部以及我們邀請所有的遊客 都能夠穿一些古裝來鹿港這邊 因為鹿港是一個文化的古都 所有的老街的建築都非常的有古典 然後如果再穿上我們的一些古裝 相信在這邊辦這個活動會更加有意義 民眾當天交情到古宅的河宗 來到老街那上打卡 獨立可以換到100塊的原油券 價當產物捏面給市場文化體驗活動 消費的到這些店家裡面去就可以消費 而且我們來的人有打卡的 我們就有送你100塊 百分百就是讓你覺得 我們入港的時候老街上也好 逛街就可以直接消費 希望這次我們藉由這次的活動 帶動了我們的文化季的變風 因為是很久沒有這樣子辦過 這是我們的老街要辦活動的夢想 五十八斤的老街押價就由行銷推動 讓更多UK可以更實施 六港修訂的水 都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港採訪報道